我和一群朋友一起讀心慧 雖然不是和他們復習 不過差不多每天見 每天醒醒 但有一課需要我脫腳 脫腳 那你怎麼辦 你想進入大學 是 我就說 為什麼有D 糟了 HD是什麼 我說不是你拿D 不是ABCD 是呀 這個分數能否取得到 學習 獎學金 Amin就跟我說 哎呀 差一點 她說那個offer letter 出了 那你 match 那個offer letter 那就是收的了 楊瘦總會跌下我 用溫烈的雙手 拒走這風波 人生總要奮鬥 幾番風雨繼續走 若是你要擁有 一起靠雙手 哈希瑪 Hello 我們今天不可以說早晨 因為這個天堂 不是呀 我真的感觸良多 知道嗎 是的 你知道這是什麼位置嗎 這個位置呢 很多霉益 很多腳沒有漏 還會夠地 還會夠地 因為在MCO的時候 其實我們初初第一次照顧小孩子上學 是 其實約港媽港爸 就是在這裡 是 我們在這裡吃早餐 我們在這裡吃早餐 我們那時候在這裡吃早餐 早上放了兒子 兩個 他就放了兩個 放了四顆 放了四顆 然後我們就在學校旁邊吃早餐 吹水 這些叫吹水 吃早餐吹水 然後講一下香港面 講一下政府怎樣 JPC又怎樣 拿不拿車牌 然後講一下 Inventation 有什麼證據還未辦到 那些小孩子怎麼辦 MCO 沒得上學怎麼辦 那時候就聊了很多這些事情 對 真的聊了很多 所以我剛才來到 尤其是坐這張桌子 這張桌子正正是 講回坐這邊 我們就坐這邊 最重要的就是 要避免這個繁忙的塞車時間 是 因為我們不在這裡吃完早餐 過了那段時間 其實就是 怎麼說 我們回去等於過半小時 其實很艱難回去 其實兩個小時 很誇張 對 兩個小時才回到家 其實我們吃完這個早餐 最多就是九點多 九點多鐘就很厲害 但是你知道嗎 九點多鐘 我們會去做什麼呢 我們又不可以馬上回家 我們就會去超級市場 去NSK 去那些商場 買車東西回去一個星期 然後比較 這裡很便宜 我這個也不錯 這間市場我設計 足足這樣搞成一年 差不多 因為我們那時候經常去NSK 一歲就 你知道有師弟吃很多東西 我們成車 很大車 成車很大車一起去買 但是轉眼間 哥哥呢 昨天已經排成職了 是啊 哥哥你其實在一年前 已經畢業了在這間 International School 其實就讀了一年P.U 哥哥你覺得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在這間學校的回憶 開心多一點 還是P.U那年的 開心多一點 其實都是同一群朋友 是嗎 你同一群朋友過過那一年嗎 是啊 因為我同一群朋友 都是一起讀森尾 雖然不是一個Course 不過差不多每天見 每天吃飯 不是 我平時都是跟朋友玩的 不是不是不是 如果你在這裡讀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的文章也不一樣 老師也不一樣 跟你讀P.U 你覺得哪裏開心點呢 開心點 我覺得 另外在International School 會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老師真的會監管著你 一個一個一個洞 看完你每一個教堂 你懂什麼 不過你去到P.U 他就開始放任你 就是靠自己 其實這間餐廳 你講這個時候 我習慣一句 其實已經轉手了幾次了 在過去的MCO和幾年 那時候是有很多間餐廳 但這間轉手完之後 其實是OK的 我覺得這間可以一試 很漂亮 這間是OK的 因為以前我們擺品的時候 也是一個華人的茶室 現在就變成了馬拉的茶室 但這間馬拉的茶室 其實也很好吃 是這樣的 很漂亮 我們帶哥哥回來 懷面一下 這間餐廳 雖然人是物非 食物都不同了 食物都不同了 但是其實地方也一樣 環境也一樣 還有一個桌椅 這些東西完全沒問題 他多一些燈 晚上 座椅也是一樣的 座椅也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有這個感覺 這個是不是辣死你媽媽 但是炒麵 是炒麵 這個好像有點泰式 你這麼慘 兩個人吃一個 我們點四個 很香 很香 其實這間的辣死你媽媽OK的 因為這間馬拉人煮你 他做得不錯 我們試品嘗一下 他的泰式辣死你媽媽是甚麼 其實我今天不是想跟你說吃東西的 我是想問你哥哥你不要再想他吃 記得訂閱、LIKE 和分享我們的頻道給大家 其實哥哥我不是想問你吃東西的 其實我想問你擔不擔心 因為那天你派了四科還是五科 四科 因為我做了四科 四科裡面有三科 好像是highly distinction 但是有一科需要我鐵腳 鐵腳 那你怎麼辦 你打算進入到大學 是 因為我達到我那科的平衡分要求 那其實甚麼要求 甚麼分數才讓你進入 我那一科 因為每一個科不同 我那一科的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是要76分以上的 76分以上 我初時以為是pass就行了 原來要76分以上 其實76分到要求多高 對呀 都要求多高 其實也不算高 因為還有再高一點 Medicine也是要80多 蛤 要求那麼高的嗎 對呀 他們也很難 那你現在需要科技 他收不收你 你知道嗎 你不怕嗎 你不擔心嗎 你覺得一定可以讀書的 不是呀 之前也有那張Offer Letter 所以也挺心一點 Offer Letter有要求嗎 有有有 就是要我的成績 都是有進步 還有維持到 維持甚麼水平 就是維持入我的課程的水平 就是那個Average就是76分 即是要高於76分才可以 那你現在到達到這個要求呢 那你現在到達到這個要求呢 到 絕對到達到的 哦 那你現在的Average是多少分呢 差不多有八十幾 八十幾 八十三好像是 對呀 差不多 八十三就好像是 其實說真的 他昨天收到那個成績 我一看 嘩 你都有成績 全部都是DDD EDD 對呀 我就問為何有D 糟糕了 HD是甚麼來呢 我說不是你用D 不是ABCD 對呀 這個是奶油雞 是嗎 記得達到你的媽媽 對呀 那你見到之後 怕不怕 不是呀 我現在叫D 糟糕了 你不是拿D 其實我看到的一次 我就很放心 我看到成績 感到好一點 那我肯定達到這個要求 其實算不算好成績呢 這樣也算 算得好成績了 原來D是Distinction Highly Distinction是最高分 對呀 那個是最高 我看到你平均的分數 好像有86、87分 都有都有 那你是有一課 特別差勁了 好方是哪一課呢 The chemistry 本身自己不是好 但其實英文進步了 英文有80多分 都有 開始有 呃 是 有80多分 你知道哪裏呢 有個粉絲 很深水清 他說 啊哥哥進步了很多 他剛剛來的時候 英文是最差的 你要現在英文很高分 他還記得 他還知道我 我都沒有任性 對呀 你有甚麼秘訣 英文進步都這麼多 那最主要其實都是聊天而已 平時我和我的朋友 全部都用英文聊天 那你現在嘗試跟媽媽用英文聊天 是我不行 哈哈哈哈 當然是笑你才媽 不是笑他 哈哈哈哈 你好意思沒有 哎呀自知之明 哈哈哈哈 那接著你現在得到80多分英文 其實反而我猜不到最低分 都不是最低分的 他CAM好像82來80多分 是 那都不是叫低分的 不過相對差一點 不過當年我讀理科都是CAM差一點 但是其實上去大學80多分 很高分的 那現在都未正式上去大學 現在只是表演而已 他只是表演而已 說時事那時事 他又來多一個咖喱麵 這個是蝦麵 這個是我啊 你不要說我 你們都拿了我吃甚麼 拿來 快點幫我擠一粒金仔 龍套豬的那顆 手指在裡面 手指的味道 那我吃而已 你有沒有同學同學同學科 或者派成績疑和 有沒有人哭訴跟你說不行 那倒沒有 因為那倒沒有 我朋友每個人都說 很開心 他們考得多分 我沒有特別問他們 他們不想說 他們不想說嗎 沒有 那麼地密的嗎 他們這麼開心 應該都考得不錯 哦 即是你們這麼含蓄嗎 考得很高分 但又不想說 幾個 以前我們會跟同學說 哎呀你幾個分啊 我幾個分啊 那你八卦而已 你八卦而已 你們不要說用你來套弄在別人的身上 但我看不到男生就這麼內斂了 然後說 哎呀怎樣啊 哎呀OK啊這樣 那個人是馬來西亞 不是男生 是啊 是馬來西亞內斂了 你媽媽很厲害 第一時間 就在下午處的admin 是啊 是的 阿哥這個分數 能不能拿到 學習啊 掌學金 那麽呢 那min在韓國說 哎呀 差一點點 因為呢 89分啊 才可以拿到 哇 9分差不多 4分 所以我就說 哇 要求這麼高的 但是你 你好像還沒拿到89分 還差幾分 對呀 5分 是的 然後他說 哎呀真不幸 我說不要緊 他已經拿到很好的成績了 那你什麼時候 你什麼時候要直接收到 收窗通知 或者開學的東西呢 嗯 嗯 這個好美麟 我現在都還在apply 那個student visa 那你怎麼跟你說 其實 其實 你知道嗎 我知道的 因為你知道我做阿貓比較八卦 那我就去問Amin Amin就說 啊行的了 他這個成績是收了的了 所以現在呢 已經叫你呢 start去做這個student visa 我現在想知道你跟我講 我也不知道 其實 因為收到你的資訊 你怎麼咬了 因為他說那個offer letter 出了 那你match到那個offer letter 那就是收的了 那所以呢 他就為什麼叫你開始 你可以start去申請這個student visa 在網上申請 那樣 我還在弄近昨晚 那所以你昨天就開始 因為是昨天才放 今天才下載到那張成績表 那所以你就開始去申請 那些申請 昨天都看著在找一些治療的那些 即是馬上填我的貨 你猜不到呢 這個 你猜不到呢 這個 這個才是江河的 嗯 應該是鴛鴦對不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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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一下也不錯 真的 我吃過也不錯 好啦你試一下 好的 你弄開它 阿哥我想問一下 在派成績之前 其實你有沒有忐忑和擔心 你考完之後一直要 有那麼好聽你說的 其實忐忑是有的 真的有的 我真的比英文更害怕 因為英文覺得自己寫得不好 怎麼知道最後還沒出國式 直直到OK 我又不錯 但是你這麼多個之後 反而是擔心英文的 那份英文作品對我們來說 就是看起來好像很難一樣 在做這件事 所以那時候很擔心 我看到你晚上讀書 都讀得很晚 我差不多讀到 每天都差不多11點半 12點 就是睡覺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英文作品 還有什麼題目 令你這麼擔心 我忘記了 他真的給你一個題目 然後你 就是好像我們 是一些辯論文來的 他就是給你兩篇文章 之後你就選擇好處和好處 然後你立定一個立場 之後你就要說一些證據 最後就要給你一個解決方法 要分析你自己的解決方法 喂 好難的 這是辯論文來的 就是一個議論文 然後兩篇 然後要你說出來 怎樣支持哪一篇 對 我覺得很難 你覺得這裡好吃嗎 好嗎 你雞皮不吃的 你不是不吃給我 不不不不不 現在要試一下 其實這個雞 剛剛 我把它炸在上面 拿出來之後很香 讓你試一下 香味散發出來 給你試一下 你放在這裡 哇 看看我的雞皮 這雞皮很棒 我先讓你試一下 我以為咖喱麵 咖喱麵 我試一下 這個也不貴 是十多元一個 十五至十多元 十五至十多元 是嗎 現在再便宜 對 有些十二元 這間是我們 學校附近 我覺得頗不錯 頗好吃的餐廳 而且怪團不太貴 以來都覺得這個地區的餐廳很好吃 其實這間原本是第一次好吃的 因為經過MCO 所以撿了一粒 沒有了 所以才煮幾十多元 因為早上早上的早餐很好吃 有魚蛋粉 又有山熟蛋 那些都很好吃 有瑪莉色 有外國 歐洲風格的那些 全部都有 趁弟弟不在 趁弟弟不在 說壞話 最近你不是在家裡有空 有教他讀書的 這陣子他都不肯讓我教的 因為我教他 他好像很害怕 他經常說沒事 經常說懂事 沒事 行了我正在教的 但是我叫你買 他有問題問你 我想問他心底裡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他的程度如何呢 你不妨趁他不在 坦白地跟我們說 其實你問我在數學方面 其實他真的沒問題 因為我不斷考他 因為他都學得很快 學得很快 即原本就不懂 很少 不過大部份他都會做 我見老師給他一些練習 考試卷 他都 差不多提提 有時候有點不小心 算錯 那你怎麼打他 我說恐嚇他 今晚不讓你玩 那你這次跟他一起溫習的時候 他的成績應該會好一點 應該就會 沒有理由會逃退 其實上次成績都不差 那次是英文差一點 英文差一點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是OK的 我吃過這個 其實我覺得不錯 你覺得呢 你覺得像不像 好像很熱 你覺得像不像是 他不是華人做的 你覺得跟華人的有什麼分別呢 沒有豬肉 但沒有豬肉 是 還有他 他下的菜 好像比中式的比較少 不過你說那個麵跟那個醬 那個味道真的有很像 他麵跟那個醬 最算不錯 在這裡附近來說算不錯 算不錯 我這個雞腿 你當然要吃辣先媽媽 我知道少了些什麼 那個河粉的鍋氣味 哦 他沒有那麼火候 是 是 剛剛 說得無常 但是炸雞腿是挺好吃的 媽媽 是 如果哥哥成功地申請學生 正式進去的時候 是 我們就要拍一段影片 哦 其實我們都未參觀 我們都未參觀過 我們都未參觀過 你都沒有進去 我有 我也有進去過一兩次 因為之前都是有學校參觀的 第一次 我們沒有的 沒有的 是學生自己的參觀 哦 第一次就是開學的時候 開這個 因為這個 因為是直接大學的分析 是 所以開學的時候 就可以參觀一下 是 之後再報一個課程 是關於Engineering的 課外活動 之後就再參觀一次 哦 但是我們 小弟 爸爸媽媽都未去過 所以我們要 替你審入虎月 去看一次 你如果看完之後 你覺得Sunway漂亮一點 你看得漂亮一點 我覺得Sunway很漂亮 其實 漂亮的方面 我覺得兩邊都是一樣 不過如果你說人氣的話 Sunway是多 很多人 為甚麼那邊沒有人氣呢 因為Sunway是連上 University 連上幾個Foundation一起的 哦 連上College Team 所以有很多人 Sunway是 那不就逼得了嗎 的確是 其實真的找不到位 那你覺得那邊 會不會優閒一點 清優一點 會好一點的感覺 嗯 其實也是 起碼你讀書 那時候不會說 你旁邊桌子 有人操不住 會呀會呀 我也覺得Sunway那邊 那邊的 Cantin的位置 很多人 他們是比較多人的 你有點像Sunway立冠 是啊 你如果不是進去Library 基本上是比較吵 好了 好 那我自己拍照給大家 參觀在網絡 哥哥第一次 踏入這個大學 自己的生活 是的 大學的生活 你真是很響王 拜拜 拜拜 喂大家 我有個新頻道 create了出來 其實名字叫做MangoHKCCTV 獅子的獅 師傅 很多人問為什麼我們開多一個新頻道 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YouTube是一個大數據 而且AI是我們的老闆 看到你的頻道 某一個程度多的影片的時候 它就不會推廣到那麼多給你 還有你每天有影片出 其實昨天那條它當成舊片 那它又不會推廣給其他 陌生的觀眾美的認識 是的 下了心機和功夫 全部好像八幣一樣 所以我們有見及此 我們就開一個頻道 又不可以一下子 我們遲些 就會將我們原有的頻道 可能是一、三、五和星期日 就出片 另一個新頻道 就是二、四、六出片 沒錯 大家記得快點快點 去這條連結 就訂閱我的新頻道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樣做 我們的影片 就會有多點時間放在那裡 給AI去推廣給新的朋友看 相對我們的觀眾就會多一點 大家記得支持我 謝謝 拜拜 分享 音樂 會 都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